哈囉 我是Derek 今天要教大家 墊腳尖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動作 墊腳尖呢 可以幫助你 把氧氣從腳部打回你的心臟 讓身體有足夠的氧氣 第二個呢 可以幫助你防止靜脈曲張 第三個就是保護你的關節 讓你的關節更強壯 好 我們今天總共有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站立的 雙腳與臀同寬做墊腳尖的動作 好 第一個動作呢 我們會把我們的腳尖直直的抬起來 記住 重點 我們的膝蓋沒有往外 也沒有往內 直直的站起來就可以 所以站起來的時候呢 記得要呼吸 然後下來的時候要吐氣 一 二 三 好 這個動作我們可以持續三十個 第二個呢 是倒接 是你坐在椅子上面之後呢 坐墊腳尖 因為有些熟齡的人呢 可能站起來不太方便 他一樣坐著就可以做這個運動 好 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二個動作 但是記得我們的腳 膝蓋 不要往外也不要往內 最主要一定要是直的 呈現九十度腳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背部 一定要是停持的 好 我們開始動作的時候呢 記得腳尖墊起來的時候是吸氣 放下來的時候是吐氣 那我個人呢 比較喜歡在玩手機的時候 或是傳簡訊的時候 來做這個動作 好 一 一 二 三 好 這個動作 好 這個動作我們一樣可以做 三十個 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進階的動作 就是我們放一條毛巾 在我們的腳踝那邊 好 一樣做墊腳尖 它可以幫助我們 訓練我們所有內部的肌肉 達到一整體的運動效果 好 第三個動作呢 然後我們就需要毛巾 好 毛巾呢 麻煩請折到你的腳踝 剛好可以把它夾起來的厚度 我們現在把毛巾 放在我們的腳踝中間 好 雙腳並齊 記得把你的大腿的內側肌肉 臀肌 腹肌全部叫醒 出力 我們做動作的時候 記得往上是吸氣 往下是吐氣 好 我們開始動作 一 二 三 這個動作我們可以持續三十個 希望墊腳尖的動作呢 大家呢 可以每天呢 都能在等公車 或是早上起床刷牙 或者是你坐著滑手機的時候 都能做到它 第一個呢 它可以幫我們 把氧氣打回心臟 第二個呢 它可以幫助 防止我們的靜脈曲張 第三個 它可以保護我們的膝關節 所以呢 好 助手實在太多了 所以記得一定要跟我每天一起做